疫情期间除了纾困打疫苗 还有很多措施得配合之外 每年到了7月1号 政府各单位就会有 攸关大家和报的新制上路 快来看看今年有什么好康的新制 会在今天7月1号开始实施 为了减轻不孕夫妻的负担 从7月1号起 不孕事馆补助对象 扩大为所有不孕夫妻 只要其中一方是本国籍 且妻子未晚45岁 就可以获得10万元补助 中低收入户最高可以获得15万元补助 预估至少23000多对不孕夫妻可以受惠 从7月1号起 也会提高产检补贴 包括增加4次产检服务 认诚糖尿病筛检 皮肩检验和2次一般超音波检查 预计每年有16万名孕妇可以受惠 现行运营津贴 过去是一投保薪资发给6成 7月起 运营假期间可以领到投保薪资8成补助 现行法律规定 有薪产检假为5天 为了鼓励雇主给到7天有薪产检假 7月起 如果劳工请了第6天第7天产检假 雇主可向劳动部申请 这两天劳工薪资的全无补助 中澳邮正在7月好起 到12月31号 只要带收货款邮件 寄到爱邮箱群件 每件邮职可以减收30元 只要带收货款金额不超过6000元 都可以享有这项优惠 过去通过网路订台铁车票 只要在3个月内有3次逾期 没有货款领取车票记录 就会遭到停权一个月的处分 从7月2号开始 这样的停权标准将被放宽 改为一个月内 如果有3次没有货款取票 才会被停权一个月 另外台铁当天车票预定的部分 过去只开放 开车前1个小时以上的车票 可以接收预定 从7月1号开始 改为只要开车前30分钟以上的车票 也可以接收预定 但得在乘车前20分钟完成付款 7月1号 在7月1号 那这里面有稍微的一些改变 那最主要 最主要的改变 是在没有接种疫苗 或接种一剂疫苗 未打两周者 那就要采7天的去加结果 那结束日的时候 做PCR的检验 然后再加7天的 加强反应的制度健康管理 国际航空机组员 检疫相互规定 也会从7月1号做新的调整 只要从印度 巴西重点高风险国家 直飞反台的机组员 入境台湾就得进行 具要检疫支天 具要检疫结束 还得做PCR检测 在长城航线部分 如果已经接种完 两剂疫苗 前半两个礼拜 抗敌检测也是阳性的机组员 从7月1号起 采7天自主健康管理 7天起板 也得进行PCR检测 如果接种一剂疫苗 前半两周的机组员 才5天就要检疫 加上9天加上板 自主健康管理 还没接种 或是接种完一剂 还没有达到两周 则是采7天就要检疫 加上7天加上板 的自主健康管理 短程航班机组员 已经完整接种两剂疫苗 满两个礼拜 且抗敌检测试阳性 就可以采自我监测 但是每10天 得进行P下检测 如果没有完整接种疫苗 抗敌检测试阴性 就得采1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